为什么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 国军会输得那么惨 提起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 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铭记在心 但如果说起大屠杀之前的南京保卫战 却有很多人会觉得陌生 甚至有人认为那是一场一枪不放 束手待毙的溃败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彼时南京的守军 也为这座城市最后的尊严 做出了拼死的抵抗 起初在南京手与不手的问题上 国军高层中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件分歧 其中一种观点是南京不能守 因为从战术上来看 南京已经成了一处决地 日军可以从东、南、西三面实施合围 南京的北面又是长江 一旦日军完成合围 城中的守军将无路可退 而南京城中现有的守军 除去第41时和第48时 是从汉口开来的增援部队 其余都是从松湖战场上推下来的残兵 所有能够参战的人数加起来只有8万 在这8万人中 还有3万是后補中进来的新兵 兵源不足 军中士气有很低落 与其死守南京 不如兼壁清野 将南京的军民转移到大后方 给日军留下一座空城 这样日军即使拿下南京 也得不到实质上的好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 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如果不做任何抵抗 就直接放弃实在说不过去 不如用12个团象征性地抵抗一下 这样对内对外也都有个交代 坐在一旁的老蒋停了两种观点之后 并没有明确表示出自己的态度 这时唐圣志突然炸了出来 他说如今敌人已经迫近首都 首都又是国父林锦所在地 至此大敌当前 南京如不牺牲一两人大将 不仅对不起总理的在天之灵 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 本人主张死守南京 和敌人拼到底 老蒋听了唐圣志的话后 点了点头 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 那哪一个守呢 没想到老蒋说完这句话后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敢回答 这也让老蒋陷入了被动 他一看没人之声 就说如果没人守 那我就自己守 唐圣志连忙站出来解围 说用不着你自己守 派一个军长或者总司令 带几个师或者几个军就行了 但老蒋不同意 说资历太浅的人难以担辞大任 关于谁来守南京的问题 一直拖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老蒋单独找到了唐圣志 提出守南京这事 要么我自己留下 要么就是你唐圣志留下 面对着老蒋的疯狂暗示 唐圣志只得表态 说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并向老蒋当面保证 自己会做到八个子 临危不乱 临难不苟 面对着日军的步步紧逼 新任南京卫书司令的唐圣志 为了表示死守到底的决心 下令把从南京出逃到对岸的轮渡 和各类船只全部撤走 同时要求驻防在南京对岸的部队 如果发现由南京 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 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阻止 必要时可以开枪射击 1937年12月1日 日本参谋本部 根据搜紧石根的要求 下达了大陆令第8号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 需与海军协同 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当天日军就出动飞机 对南京展开了轰炸 结果在空袭的过程中 日军的飞机遭遇了 刚抵达南京的苏联志愿飞行大队 当场就被击落了6架 到了12月3日 日军开始对南京周边 发动正式攻击 仅仅用了4天 就推进到了南京城外的第一道防线 由于南京已经被日军包围 即将变成战场 老蒋在12月7日凌晨5点45分时 乘坐飞机离开南京 在老蒋离开的当天 南京东面的汤山阵地 最先被日军突破 12月8日 南京城外面的东面 到了晚上的时候 南京外围阵地已经基本丧事殆尽 魏淑司令唐生智命令所有中国守军 全部撤退到城郭阵地 日军就是完成了对南京的合围 12月9日 日军一方面进行攻城准备 一方面用飞机向城楼投撒松井石根 对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 对中国守军进行劝响 唐生智随即下达了 未参作字第36号命令 作为回应 命令各部队绝不许轻器寸土 如果有不遵守命令擅自后移的 按连作法从严处理 12月10日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 突破了中国守军在光华门附近的阵地 进入南京城的100米左右 危难之时 第87事被调了过来 战斗持续了近8个小时 突入城中的日军被击退 但有一小股突入城中的日军 躲进了光华门的城门洞里 为了解决掉这会躲起来的日军 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的团长谢成锐 亲自率领赶死队士兵 从舰楼上将汽油桶摔到门洞口 把藏在里面的日军全部烧死 到了12月11日 日军第16师团 猛攻紫金山一带的中国守军阵地 守在这里的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作为当时中国陆军中的精锐 教导总队的火力嘛 搭建的攻势坚固 日军在这里遭到了顽强的抗击 一连几天都没能拿下这里的阵地 他们在加强火力掩护的同时 用上了毒气弹 但是教导总队的战斗意志 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想象 双方甚至一度陷入了白人战 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里 这场保卫战可能就不会 与别学两个字扯上关系 随着一通电话的到来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得知日军的国旗支队渡过了长江 准备切断南京守军唯一退路时 老蒋慌了 急忙派人给唐生智打了电话 让他赶紧带着南京的守军撤退 可唐生智不肯撤 他说除非见到老蒋的亲自命令 他才肯走 于是在12月11日晚上 老蒋给唐生智发来了电报 如请示不能久迟时 可相继撤退 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接到撤退命令的唐生智 在12月12日下午5点的时候 把10以上的军官都叫过来开会 唐生智先简要地说明了当前战况 然后问 大家觉得南京还能守吗 在场的军官没有一个人回答 于是唐生智拿出了老蒋的 那封可相继撤退的电报 同时布置了后面的突围计划 能从下关码头撤退的 只有宋细连的第36师 县兵部队 司令部直属部队 以及负责掩护的第十军 其他部队都应该从自己的阵地 往东南西三个方向正面突围 但唐生智后来又下了一个口头命令 允许第74军 第87师 第88师 以及交道总队 由下关码头被渡长江 这些全是老蒋的嫡系部队 正是唐生智的这个口头命令 为其他部队不执行命令提供了借口 在下大湾命令后 唐生智就在当天晚上 坐上早已准备好的船 跑到了长江对岸的舖口 司令官先跑了 留在南京的部队就陷入了混乱 散会后有的长官回到自己的部队 做了下撤退的布置 然后自己就先撤离了阵地 还有的长官只是给自己部队打了个电话 连部队都没回 自己就先跑了 其他的一些军长和市长 连突围的命令都没有传达下去 就一走了之 大难临头 结果这帮大官自己先留了 南京城中顿时变得群龙无首 前一秒还在拼死抵抗的士兵们 得知长官先带头跑了 瞬间泄了气 乱哄哄的往下关码头跑 场面极度的混乱 而当时宋锡连的三十六师 由于没有接到撤退命令 仍然按照之前的命令恶守一江门 看到大批的友军朝着自己的方向跑 以为他们是违抗了军令擅自逃跑 城里撤退的部队死命的要出去 宋锡连的部队死命的扛着不让他们出 部队之间互相不让 刺打在了一起 之前曾在光华门火烧日军的团长谢成瑞 没有死在日军的墙下 反倒在这场拥挤中被人活活踩死 实在是死得憋屈 而当他们到了码头才发现 江面上哪有什么接应他们的渡船呢 早在开战之前 唐生之就把所有的船只都撤走了 后面是追击的日军 前面是空荡荡的长江 一些水清好的士兵跳进长江准备游到对岸 随即就被赶来的日军军舰射杀 发现不可能逃掉的官兵们 只好放下武器 成了日军的俘虏 从他们举起手来的一刻起 所有人都成了带宰的羔羊 在之后长达六周的时间里 南京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